大家好,今天是苏小号批评书 傅政华的事情,有些个细节就越来越多了 而且说起来越有意思,而且越来越八卦 越来越狗血,所以我们今天再继续扯扯傅政华 讲说这个傅政华国内出现了好多个文章 说傅政华一堆的勤务 说这个奈小民有100多个勤务 是吧,150多个吧 说傅政华也有100多个 但是屈居亚军没有150多个 也有120多个 一堆的勤务 说这个人平时看上去特别的正经 哎呦,鞠躬我似的,特别正经 不抽烟不喝酒 不玩牌 两袖清风 一身正气 真的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结果他娘有120多个勤务 有鼻子有眼的 还说的有一个勤务 这叫什么呢,看他没有 他说这个远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机关的民警 姓赵 赵小姐 美丽不可放物 我们就不说人家的名字 赵小姐 赵什么什么您 是傅政华的众多的勤务之一 已经被傅政华安排移民 到了哪呢 到了新西兰 真聪明 同行的 一起移民的 还有傅政华与这个赵小姐的这个私生女儿 九岁 叫什么赵什么什么西 我们也不说名了 他们在惠林顿 然后奥克兰等地均有这个豪宅 这个藏有傅政华办案非法所得大量的金银珠宝 预期 大量的绝密文件 和大量的办案的卷宗 银行呢 有巨月的美元 现金和资产 很喜欢意思 关键是什么呢 说 120个前妇 这个姓赵的呢 因为是太美了 知道吧 而且呢 据说是个姓赵的人呢 对傅政华是特别专一 不仅美 而且这个心底善良 就是只认傅政华这么一个人 你看傅政华长得也还行 长得挺本分的 都这么的年纪的 看他照片 还像个娃娃 脸上还有婴儿肥 也算是一个周震的人吧 所以这个女的就是对傅政华 就死心塌地 那傅政华的其他的情妇呢 北京这帮哥们天天就说这些段子 说这些有趣的传说 真的特别有意思 他说其他的情妇呢 都是一个比一个就坏 一个比一个就是缺德 一个比一个不忠诚 你说你都摊上傅政华这么大的这个什么 这么大的官员了 傅政华哪怕一年 那赏光你一次也就可以了嘛 因为他上了你 他肯定会给你很多钱 花花嘛 你可以买包包嘛 买漂亮衣服嘛 你干嘛呢 结果不忠诚 所以在众多的这个情妇中间 唯有这个赵小姐 那绝对是叫做什么海事山盟啊 叫做什么忠贞不二 绝对是傅政华就给他在新西兰修了个贞接牌坊 知道吗 这个贞接牌坊呢 跟过去的贞接牌坊有点不一样 他是个豪宅 然后就把这个小赵啊 和他的两个人啊 坑直坑直坑出来的这个宝贝娃啊 就带过去了 在你国者山好水好的生活 你说这个新西兰多好啊 太阳最先升起的地方是吧 那那绝对是山好水好啊 真是有想法 那其他的女人呢 就没那么幸运了啊 有的呢 就是一夜强啊 有的呢 估计多几次啊 因为身材也不错嘛 但是呢都没有得到这个 这个傅政华的这么周密的安排 但是问题这样一来的话 就是各种麻烦就出现了 这样嘛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上次这个傅政华 这个奈小民150多个人呢 你想想 其实奈小民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就是多睡了几个女人而已的 那我们一说的这个 共产党的官员睡女人 这是一个常态嘛 是吧 共产党哪个官员不睡女人呢 是不是 我过去在机关里当太监的时候 当秘书的时候 那真是太监嘛 是不是 我们这些人都是太监呢 是不是 你年轻也没用啊 我们看见我们的领导 他个个都有小三个个都好几个啊 这个我是特别清楚的呀 没有一个没有 你现在是很低级别的官员 你到了中南海了 那个个的可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看那个以前重庆有个有个什么书记 是不是还有什么什么也 也姓赵好什么赵宏霞 我那个女的把重庆的基本上的高官从市委书记啊 不会从从不是市委书记啊 就是什么区委书记吧 一直到什么组织部长什么什么什么政法委书记什么什么区长 全都给给拿下满了 是不是 这个情况啊 其实其实很正常的 工厂的官厂的就是这样 是吧 就是平时大家都是人五人六的 在一起开会 各个都是各司一职啊 各管一摊事 其实私底下都是在同一个账号里占度过的人 都是大家都是个人好 因为大家都共享一个资源嘛 共享一个漂亮的公娘嘛 什么都都都这样 是吧 这就是典型的就是什么 就是乱套了 就是一个时代啊 或者一个社会啊 你如果发现这些个事乱套了以后 这就是一个最败坏的时代 真的 你这是靠了齐了的啊 问题是现在的这些个女人呢 她都不是什么善茬 你知道吧 你以为你把她弄了以后 她就不找别人吗 那没那么简单 所以我跟你说 现在就是中国这个这些个事情 傅仲华的现象说开去啊 你就发现傅仲华是这样 那下面的这些个什么文人啊 知识分子啊 企业家啊 他也是这样 那西包子也是这样 他们说有一个有趣的说法 为什么这个习近平对这个奈小民这样的人呢 对傅仲华这样的人出手这么狠呢 是不是 所以你看奈小民这个人 他其实没什么特别多的问题 据说这个人在王岐山的眼里啊 他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 华融资产公司的老板嘛 他很有能力的 他做事情绝对是有效率的人 王岐山也说过著名的话嘛 这是郭文贵说的嘛 说共产党的官员啊 你弄几个 弄几个妞儿 完了以后搞几个小钱 那算什么事啊 关键你要立场坚定 政治正确是吧 你要路线不要错就行了 这根本就不算是 共产党的官员从一个村长开始 我跟你说一直到习近平 没有一个不断搞的 各个都乱搞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你乱搞 你得要搞清楚 你接下来你要弄哪一个人 你乱搞的时候 你要先要调查清楚 如果说你看中的一个女人 恰好是习近平也看中的 或者是已经看中 那你就惹下大麻烦了 就好像当年的公里的那些大臣 是吧 他也乱搞 你再乱搞 你要去民间去乱搞 你不能把皇帝身边的 他的这个御用的专用的 这个阵地给占领来 那不行的呀 那你不找死吗 据说这个傅政华啊 他有情妇特别多 好几个都跟这个习包子有重合 就是他跟他 习包子和傅政华 他两个人其实都是战友 都是在同一个战号里战斗过的 真的就是一起嫖过昌一起扛过枪 那绝对是这样子的 问题是你自己可能觉得自己 哎呀我很牛逼 我弄的那个人 也曾经习习主席战斗过的地方 我要敬你啊 向习主席战斗的地方致敬 问题是习主席他不这么想啊 他就气不打一出来 知道吗 据说啊 这个习主席这个人 他也耗着一口嘛 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事情 之所以搞成这样 也就是耗着一口的原因嘛 就是说他们的好多人都是 那习近平这个人呢 这个就是繁殖能力不行 知道吗 繁殖能力不行 呃 估计是酗酒太多吧 这个酒精能够影响人的繁殖能力啊 酒喝醉的人都是不行的啊 都是 但是傅政华这个人你想想 他不抽烟不喝酒 啊 不玩牌 生活极其节俭 啊 这不是 极其健康 知道吗 因为他所有的精力 哎 他就去 就去全部都用到 那个繁殖能力这个上面 所以他繁殖能力很好 所以细胞主席很生气 说那些某某的女孩啊 说漂亮 我把她弄过了 啥啊 果子都没结啊 这个这个这个 坑吃坑吃半天 没有任何结果 是不是 但是你傅政华 你上去呢 你扑腾了一次 就是结果就跟你生了一个娃 越想越气啊 说这奈小民也不错啊 奈小民的这个繁殖能力也是了得啊 也是对习近平有交集的 大概就这么一个一个情况啊 所以呢 说这个习近平就越想越气 就一定要把这个傅政华呀弄死 而且你看看他这些文章在国内啊 就是就就那么写 你说共产党看到以后 你如果假设你共产党是一个有眼睛有嘴巴 有越多能力的人看到这些话 看到这些文章他多烦呢 你说我都成啥样了呀 是不是 个个都这么淫乱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啊 我告诉你啊 中国的社会 他绝对 按照我的思路啊 绝对不是说东南海下水道淫乱 绝对不是说这个什么傅政华这种中级官员引乱 就从细胞子开始到村长 到每一个老百姓都每一个知识分子 我告诉你啊 这是我批评问题的一个所谓批评书的一个习惯 都这样 你说以我的这个所在的北京的那个知识圈为例嘛 就是我我这个人从来不给自己掩饰的啊 就是过去我单身这么多年没少搞啊 垃圾事情你知道吗 哎呦呗 就是比如说我看上的某一个长得还算周振的女孩 然后就约她吃饭呗 然后跟她聊天呗 哎呀 然后你很快就会发现 早些有已经有你的哥们儿 有你的朋友已经结足先登了 知道吧 哎呀 同样的道理啊 你看中的人 你也许你已经是成功了 你会很快你会发现啊 还有后面的你的哥们 你的这个圈子里的朋友 也试图勾搭搭 这构成了一个什么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常态 你知道吗 知识分子是这样子的 一重乱搞 一个一个饭局有二三十个人 里面有很多都是这个什么 都是亲人关系啊 就是因为都是在同一个战好里战斗过的人 我告诉你啊 真的中国的民间如此 中国的中南海下水道也是如此啊 中国的村里面也是如此 中国的这个什么什么大都会 那更是如此啊 所以以前有人说呢 说你比如说成都这个地方 嗯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什么 啊一同乱搞的地方啊 就淫荡之城是吧 说这个长沙这个地方也是啊 说长沙这个地方出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小姐多 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是洗脚房多啊 他就是这样知道吧 也许还有一句三个就是麻将多啊 跟成都有点像 其实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 哪里不是这样子呢 你想想吧 所以我们 我这个人就是你批评福正华 你批评习近平 你骂中国社会这个一通断稿啊 但是其实你我也在其中 也差不多 不要以为你自己就是 冰清雨节 你自己 你都用我的话讲 你都是60岁的 你还是个处男 哪有这样的事情 你没少搞这些个事情啊 咱都要打开窗户 说亮话 咱都要把自己的内心深处 那点这个见不得人的东西 你坦开了看啊 就中国变成这样啊 那是从你身边开始败坏的 是从你自己开始败坏的 不是说啊 说习近平这个人坏了 把中国搞糟了 说福正华这个人贪婪的 把这个人搞的 他们是挺坏 但是他们因为人高啊 位高权重啊 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 我们这些个人的屌丝啊 批民啊 你但是你一点都丝毫不影响你一通断稿 他们说中国北京我就知道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啊 说北京有些个公园里面呢 有大量的这个退休的脑人啊 知道吗 然后他们都是上个 上个十几这个什么就是 啊 高中没练完就下乡嘛 知道吧 完了以后后来又回城 完了以后找到工作 然后他还没到 退休年纪又下岗了 就这批人啊 要什么没什么 要什么没什么 要雪地没雪地 要钱没钱 要要资利没资利 要地位没地位 是吧 有都不行 但是就这批人 他们退休了以后 特别爱搞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就各种公园啊 比如说这个北京的 啊什么朝鲜公园啊 北京的这个什么什么 这个什么乐坛啊 什么中山公园 都有那个小角落 跳广场舞 你知道真的 他们真的爱跳广场舞吗 他不是 因为跳广场舞的就两种人 一个是老头儿 这个是老太 老都是六十多岁 甚至有时候 变七十的人 但是也不是特别老 就是大概六十多岁 他们在一起乱搞呢 是不是 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 又太压抑了吗 什么 那个时候 你看过这个电影 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电影呢 江母王拍的 是吧 他就是你一个人 你长期年轻的时候 处在一种压抑的状态 完了你看一个 看一个裸照 都会是被批为 是自产交易的腐朽思想 结果到了年纪大了以后 退休了 那么男人都已经不举了 女人都已经倔金了 还乱搞 要弥补年轻时候的这个亏欠呢 要把失去的青春要找回来 是吧 但是你又没钱 你又没有地位 是不是 你不像习近平 不像傅政华 有钱 有地位 你又搞不到年轻的这个马子 那你怎么办 那你就去同龄的人呗 就来一起去嗨呗 是不是 中国社会是一个绝对 是一个锁到马之城 真的 一点都没错 所以从上到下 孙宁平老师的话说好 就是溃难 一点都没错 所以我们说这些事情的 最终你还是我的思路 你还是要回到自己 你有没有在那个社会一通断搞 如果你那么搞的话 你最好先问问自己 给自己几个耳瓜子 你觉得当着别人说不大好 你没有我这个勇气 那你至少私底下 你给自己几个耳瓜子 你在外边断搞 你放心好了 你的女朋友或者你的老婆也在外面断搞 你以为呢 有些个男人就是这样 在外面花天酒地 一天到晚假冒 假设自己是魅力无穷 觉得自己在外面采气飘飘 自己的老婆在家里 绝对是独属空房 忠正不二 你想多了 你以为你老婆是个善茬 你以为你女朋友是善茬 他给你戴女帽子戴到天上去 傅政华是这样 习近平是这样 我跟你说 乃晓明也是这样 你说有意思吗 谢谢大家